周一 美国华盛顿州温哥华市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三起投票箱纵火案 视频画面显示 温哥华市一个投票箱不断冒出滚滚浓烟 消防人员取出选票时 选票上还冒着火苗 波特兰市警方通报了两起票箱纵火事件 所幸 票箱内的灭火设备启动迅速通知了警局 警方及时赶到 仅造成三份选票受损 不过 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纵火案烧毁了数百分选票 票箱内的灭火设备没有正常运作 周一 华盛顿州国会众议员玛丽·佩雷斯发声明 谴责纵火烧毁投票箱的行为 她鼓励选票受损的民众与当地选举办公室联系更换选票 警方指出 三起案件的纵火手法 与10月8日温哥华市的一个投票箱发生火灾非常相似 不过还不清楚嫌犯纵火的具体动机 警方认为 一辆在俄勒冈州出没的车辆和事件相关 涉案的温哥华市投票箱 位于华盛顿州第三选区 共和党人乔·肯特 正在这里挑战民主党人玛丽·佩雷斯 竞选美国联邦众议员 大选倒数七天 10月29号 川普在移民与边境议题上 在抛出新的承诺 他表示当选后 会把收缴上来的非法越境犯罪团伙的资产 设立基金用于赔偿受害者 此前川普承诺 会彻底清除非法进入美国的犯罪帮派团伙 对于杀害美国公民或美国执法者的罪犯处以死刑 周二上午 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召开记者会 对周日在曼哈顿的造势活动进行了总结性评论 至于喜剧演员托尼亨奇利夫在曼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上抛出的对波多黎德不尊重的玩笑 川普表示他不认识那个人 周二下午川普去到宾州德雷塞尔山造势 关注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和社保问题 当晚会接受福特斯节目专访 目前全美完成提前投票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 不过川普和前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将会在11月5号在佛州亲自投票 贺锦丽的计划是周二美东晚七点半在白宫附近发表讲话 那里是2021年1月6号国会集会时川普演讲的地方 一些美国媒体称贺锦丽是在这里做竞选前的结案陈词 向那些没有决定的选民喊话 以强化他和川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并会带来对应的不同结果 共和党籍前总统老布什的女儿巴巴拉布什宣布背书贺锦丽 并将会在周末加入贺锦丽在宾州的造势活动 另外继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之后 USA Today也宣布今年大选不被输候选人 截至10月27号晚 美国已经有超过4220万选民 完成了今年的大选投票 其中摇摆州之一的密歇根州 26号第一天提前投票 有破纪录的14万人参与 第一 美国总统拜登在驾向特拉华州 排队40多分钟参加投票 并表达了自己投票给贺锦丽的感想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一前往密歇根州拉票 并参观了当地的电脑芯片工厂 他承诺将推出让美国更强大的经济政策 在纽约结束集会后 川普周一前往乔治亚州 周一下午在亚特兰大发表讲话 晚间将继续在当地出席集会 被11次评选为彭博资讯 世界上最准确的经济学家的巴罗预测 川普将再次入主白宫 而且美国2025年的人均生产总值 有望成长2.1%到2.3% 以普所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以微弱优势49%的支持率 领先川普的47% 10月28日贺锦丽参观了密歇甄州 萨吉诺县的一个芯片工厂 晚间去安阿伯造势 副手搭档沃尔茨及德星马基罗杰斯 也会加入驻镇 自从大选投票日进入倒数两星期 贺锦丽阵营就集中力量 争取三大铁修带摇摆州 宾州 密歇甄州和威斯昌星州 而政策重点则放到其主打竞选议题 堕胎权上 川普阵营在最后冲刺阶段 不断强调的是经济和边境 两大主打政策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27号川普回到纽约 这个深蓝选区举办大型造势集会 当天下午 川普竞选阵营和过渡团队的 主要成员悉数到场 包括副手搭档万斯 独立参选人小肯尼迪 以及新进宣布加入共和党的 前民主党人国会众议员加巴德 另外 前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科技大卡马斯克 中院议长约翰逊 终极格斗冠军赛总裁白大拿 前纽约市长朱里安尼等等 都到场助阵 曼哈顿市中心的麦迪逊广场花园 近两万人的场馆内 几乎坐无虚席 川普阵营还在七大道会场外 设置了大屏幕 给没能进场的支持者观看 川普宣布重返白宫后 对于杀害美国公民或美国执法人员的 非法越境暴徒将处以死刑 同时重申 有意撤销非法移民庇护政策 民生方面 他承诺在自己执政的第一年内 把油价降低一半 而解决办法是 开采美国储量丰富的页岩油 个人纳税方面 除小费 加班费 社保无需纳税外 川普还提出 给有家庭负担的人额外的照顾 另外 川普阵营也在讨论 是否要取消个人所得税 而这些税收收入的减少 政府要从哪里平衡呢 川普的方法就是高关税 全力支持川普的科技大卡马斯克 当天也承诺要降低政府运作成本 他自信能够把联邦政府预算 至少减掉2万亿 而这几乎是目前6.75万亿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 很久未现身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则在发言中强调 纽约是世界之都 他表示应该让纽约再次变红 而上一次赢得纽约的共和党人 是李甄总统 川普希望在他的选举的最终的收官的阶段 有一个有高度的一个提拉提上去 他需要做一个集中的亮点 把他整个的这个影响力的辐射出去 那个辐射到全国辐射到摇摆州 第二个呢 他确实想赢纽约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激情 大选倒数八天 全美超过4300万选民完成了提前投票 约占2020大选投票人数的27% 其中共和党注册选民约占40% 民主党注册选民约占42% 距离美国大选只剩最后几周 微软最新报告 中共控制的社群媒体机器人大军 加大了通过网络影响力行动干预大选的力度 而且在最后关头可能会更加活跃 被称为垃圾讯息伪装的中国网军 一直在利用虚假社群用户 攻击那些公开谴责中共的共和党议员和国会成员 报告指出 负责此事的组织名为太子Flood 与中共公安部有关联 微软威胁分析中心指出 不止中共用网军干预美国大选 俄罗斯特工也正在加倍制作虚假视频 抹黑现任副总统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活动 现在的两大党候选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 我想中共在背后都有在造谣这两位候选 比如说川普之前提到了一些台湾的GDP等等 或者是一些政策等等 像贺锦丽这个部分我们也有遇到 比如造谣她的情妇利用她的性别 或者是她过去的政治经历 跟性别勾结在一起 然后抹黑她 这个都是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面 你会看到这现象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认为 俄罗斯和中共的共同目的就是绊助美国 让它无心处理国际事务 无心处理中国跟俄罗斯的事情 包括了之前的以色列 跟附近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 或者是巴勒斯坦之间 因为美国长期来是支持以色列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也被中共打到机会 利用新媒体的科技 社群聊天 AI等等 也会在那边呢 大肆的批判 美国的不人权的一面 至少让他们美国选民之间 不再团结 互相乱拖拖的 让美国的空有国力空有资源 但是它没有办法运转 对于微软的最新报告 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声称 中方无意也不会干预美国大选 批评有关说法充满恶意猜测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 叶耀员表示 中国没有自己的作业系统 八成以上的电脑使用者都用微软系统 中共无法处理微软这件事情 只能选择拒绝承认 听到驻华大使或驻美发言人讲了什么话 我觉得知道没有任何意义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早就存在了 微软在报告里还提出警告 各界必须特别关注选举日前后48小时 呼吁选民、政府机构、候选人和政党 对网路上的可疑活动都要保持警觉 对网路上的可疑活动都要保持警告 对网路上的可疑活动都要保持警告